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 今天到贵州,非常有名的资金洞去玩一下 这个洞里面非常的大,全长六七公里 有一句话这么讲的 黄山归来不看月,资金归来不看洞 而且它是世界地质公园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洞的入口了 今天跟刘哥,新走世界的北京老刘 我俩开车一起过来玩一下 刘哥,你好 这个是洞的入口,哇,黑漆漆一片 这个洞的入口好大呀 像一张张开的大嘴,要把人吸进去的感觉 前两天刚去了天河潭的那个溶洞 今天再去这个亚洲第一大溶洞 沿着这边的台阶走下来 看一下我们进来的那个大的洞口 这都是天然的洞口 这个叫日月铜灰 这个洞里面啊,地面上都是湿的 然后洞里面是常年恒温的 然后这个洞里的温度呢 现在是,怎么不显示了 11度 一点也不冷啊,没有风 湿度挺高,82呢 这洞里面的灯光啊,比较单一 它不像别的溶洞啊,又是五颜六色那种彩灯 据说是因为这个保护这些中乳石的原因啊 现在整个洞里啊 就我和刘哥,还有这个朋友,我们三个人 哇,这么大的洞啊 这要是我一个人,我肯定不敢进来 刘哥 如果现在这里面的灯光突然给灭了 怎么办 吓死了就 现在就到了这洞里面最大的一个洞 这叫广寒宫 在这个墙上啊,找一下嫦娥在哪里 看看看看,就是这里啊 好小好小一个嫦娥呀 我们来到了嫦娥的宫殿了啊 广寒宫 这个知情洞,它有三个特点啊 一个就是大,一个就是旗 还有一个就是拳 大呢,就是它这个面积大 里面这个洞啊,也特别大 骑呢,就是里头这些棕乳石啊 千骑百块啊,形状各异 呃,全呢,就是这个洞里面啊 包含了所有这个地下溶洞的形态和特点 这就是知情洞的三大特点啊 大家来的话 看这三点就够了 看这个石柱像不像孙悟空呢 看得特别像啊,顶天立地也是 前面这个呀 看起来像一个头盔一样的钟乳石 这就是知情洞三宝之一 叫做霸王盔 像不像西楚霸王戴的头盔 然后头盔顶上还有两个这个东西 就像孙悟空头顶上那两个一样啊 然后霸王盔前面有一片水潭 这里还可以拍倒影啊 这个倒影真美 现在就到了知情洞 震动之宝的这个景点了 前面这个石笋 叫做银语树 也像花瓣一样啊 它这个底下呢 花瓣很大 越往上花瓣越小 这是震动之宝啊 这个银语树啊 它有17米这么高 大家别看它只有这么高啊 其实它已经长了五万年了 而且地下这里呢 已经倒了一个了 就是说之前呢 已经长了一个这么高的 它倒了 这是另外又长起来的 这个棕乳石 它是怎么生长的呢 是因为洞顶 它往处渗水 一滴一滴的滴下来 水中呢含有碳栓钙 就沉淀了 一滴一滴滴了五万年 才能长出这么高一个石笋来 非常珍贵啊 而且大家看这个石笋 它晶莹剔透的 就像是玉一样 闪着光芒 洞内的这些棕乳石呀 造型千奇百怪 每一个都不一样 带大家看几个比较有特点的 这几个呢 叫千年铁树 铁树开花 这个叶子啊 好像一层一层的 怎么能滴出这种形状来呢 太神奇了 这个是洞内的另一个奇景 叫掌上明珠 把你捧在手心里这种感觉呀 像一颗珍珠吧 前面这个大红球 就像是水母一样 浑原天成 这个已经六万年了 这是大石笋 这边的棕乳石啊 就像瀑布一样 一道一道的水这样流下来 这个敲击起来呀 还有金属的声音呢 大家听一下啊 金属的声音 敲这里就没有 敲这个水就有 太神奇了啊 又到了另一个景观了 这个叫做乾坤一线 哇 这个钟乳石啊 又细又长 就像海南的槟榔树一样 这也已经几十万年了 前面这个景啊 是看剪影的 我们看像不像一个老人 背着竹框上山采药呢 前面这是山 然后这边转过来 这是如来佛祖的形象 哇 太像了啊 然后再往这边看 这有一个巨大的石柱 这表面特别光滑 然后这个巨石下面啊 大家看这里 好像压的那个孙悟空一样 被五指山压在下面了 上面正好就是如来佛祖啊 太形象了 这是一个巧合吗 现在就到了另一个景点了 前面这个石头的剪影 它就是婆媳秦森 我们看左边这个 像不像一个小媳妇 右边是她婆婆 也像是一个女的在喂鸡啊 在婆媳秦森旁边啊 又是另一个奇观 大家看这三个石头 像不像俘虏兽三星啊 像那个兽星吧 中间这个 这个是大肚子光头 那个叫什么 福禄兽三个 参观完毕 全程两个小时左右啊 这个是出去的洞口 这个洞口是人工打的 然后这个灯光也搞得挺魔幻 前面这个就是出口的 出口的这个洞比较小啊 哇塞 重建光明的感觉 哇 外面的豁然开朗 外面还下着雨呢 现在下着毛毛雨 再看一下我们出来的这个洞口啊 就这么小的一个洞口 就是从这个洞出来的啊 没想到这么小的洞口 里面居然有一座地下宫殿 太出人意料了 好的 全程完了两个小时左右啊 今天又完美了 这个地方呢 门票是140 包含门票 还有坐车那个百度车 还有保险啊 非常值得一吧 好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